今天早上來到了尼斯的海邊 因為它是地中海景氣 所以基本上夏天大部分都是晴天 到了冬天可能會比較常會有下雨的情況 尼斯它是整個法國 僅次於巴黎第二大的旅遊城市 每年都有幾千萬的人來這邊旅遊 這邊可以看到整個就是海岸線 我們這邊算是比較郊區的地方 市中心在那個地方 就整個延伸過去好幾公里的海岸 旁邊都有沙灘 夏天很多人來這邊游泳 那整個沿岸也有行人徒步的地方 這邊還有旁邊這一條是腳踏車的步道 這邊就是著名的南法的蔚藍海岸 天氣不好的話就要去吃當地的美食 那其實尼斯這邊也蠻多南法的料理 我們現在就要去一家比較傳統的麵包店 他要賣一些當地的鷹嘴豆餅 還有洋蔥派 那這鷹嘴豆餅叫Soka 應該就是鷹嘴豆加上麵粉然後去烤 感覺他鷹嘴豆的味道沒有很重 淡淡的鷹嘴豆香味 算是還不錯 那我們剛另外買的也是尼斯非常有名的洋蔥派 那他基本上就是洋蔥在餅上面 他洋蔥非常多 然後上面有兩顆的橄欖跟上面有一條 anchovis anchovis大概就是那種比較大的那種小魚 好那我們就來嚐嚐看 那洋蔥味道很十足 然後帶來一點點anchovis的那種海鮮的味道 非常棒 那我現在準備要去吃一個南法料理的餐廳 再去餐廳的路上 經過一個公園 這邊有一些很漂亮的遊樂設施 全部都是用木頭做的 然後還有這種人工草皮 搭配起來就很漂亮 有一個人在那邊玩跳跳床 他這種人工草地的設計 我覺得在下雨天的時候非常棒 他完全不會積水 他應該是有排水系統把雨水排到這個人工草皮的下面去 好現在我們到了餐廳門口 準備要進去吃這個南法料理 那這個呢就是南法這邊 尼斯的洋蔥菜 我們來試一下 這是老闆請我們吃的 那味道就很像洋蔥濃湯 附在這個麵包上面的這個味道 好那現在開胃菜上的這一道呢是Ratatouille 尼斯非常有名的料 那這裡面應該是有茄子 櫈瓜 番茄 然後用橄欖油去料理的這種開胃菜 這個味道非常的香 那我們就來嘗一口看看 它還有甜椒 它這料理也非常好 非常的香 然後有加一點點的胡椒 雖然它是開胃菜 但它其實量蠻多的 被當到煮菜來吃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應該是Basel 好那旁邊這個的話 不曉得有什麼東西嘗嘗看 看起來像薯條 它這個可能是馬鈴薯打成泥吧 我本來確定但是也是蠻不錯的 搭配這個非常棒 好那另外一道開胃菜是非常有名的尼斯沙拉 那尼斯沙拉它標準的配料都會有鮪魚 然後還有水煮蛋 橄欖 然後這應該是番茄 應該也會有小黃瓜 在下面 下面的調非常豐富 還有這個Archicouche 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這是在歐洲非常常見的一種植物 其實它的沙拉不知道是用什麼醬 除了番茄油還有一種醬的味道 非常的鮮美 然後現在上個主菜 那我點的是尼斯的燉牛肚 那這個牛肚通常都會加上番茄還有洋蔥去燉它 然後它應該有加一點白酒跟橄欖油 上面看起來是一塊馬鈴薯 我感覺它裡面除了一些牛肚也有一些牛肉 它牛肚是味道就淡淡的牛肚的那種香味 沒有什麼新鮮 然後它番茄這個醬的調料料理的剛好不到位 就是這個牛肚的味道沒有被番茄蓋過去 它的那個Basil的味道 然後有芝士 好那現在另外那種主菜呢 是Pattivarsi 它這個是尼斯這邊特有的一種 它燉蔬菜然後配上一些肉 可是其實可以看到它下面 上面是這個肉 然後它下面是櫛瓜 我覺得非常特別 它就是這種 stuffed vegetable的那種概念 你怕你都會有那種蔬菜的芝士 豪花 櫛瓜 甜椒 洋蔥 番茄 跟肉全部把它攪在一起 然後再拿去烤 那其實它這個肉呢 每一塊下面都有放不一樣的蔬菜 現在就來吃香菇的 香菇的最好吃 好吃的 嗯 我們現在吃完了午餐 準備去街上逛一逛 那我們現在在公園這邊找到一個 超大的飲水機 飲水機呢整個有分兩種水 一種是一般的水 那另一個是氣泡水 所以來到這個公園就可以有 無限量的免費氣泡水可以喝 那我們剛吃完飯 現在來到了馬桑那廣場 那這邊跟這廣場非常漂亮 新古典主義風格式的廣場 這個地磚呢 它是用白色跟黑色的這種地磚 後面這邊中間就有電車經過 然後廣場另外一邊 這邊是 太陽神噴泉 也是這一邊 尼斯非常有名的地標 那邊後面離海邊也非常的近 其實這個馬桑那廣場 從這邊一直延伸過去 梅德森大道 整條大道上面都有 非常多的精品店 非常多的商店可以逛 整個就是 尼斯的購物中心 那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那我們走在這條 英國人大道上面 那邊呢 就是海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一間很大的 應該是 賭場 也是一間飯店 那現在我後面的 借中建築物 是尼斯歌劇院 它是1885年的時候開幕的 那它現在也被法國列為國家歷史古蹟 那從尼斯歌劇院這條路 繼續往下走 就是走到這條有非常多餐廳的街道 那我現在就要去吃我身後這間藍色的 尼斯料理 好那我們晚上來到的這家 The Safari餐廳 這家餐廳在尼斯的市中心 這邊市集的地方 現在我們已經上了主菜 我這邊點了一個 尼斯的燉牛肉 尼斯燉牛肉其實也蠻有名的 就是他們會用紅酒或是白酒去燉 然後會再加上一些他們這邊特有的香料 還有一些洋蔥 再加上橄欖油 然後它這個燉牛肉 它是加在Ravioli上面 先嘗看牛肉的部分 它這個燉牛肉燉得非常爛 而且淡淡的紅酒味道 然後它這個好像很有芹菜 而且它這邊牛肉其實給了蠻多塊的 這道雖然今天應該吃到最好吃的一道菜 那我點了這一道呢 是青醬義大利麵 那它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是用尼斯當地的 Bezel做成的青醬義大利麵 攪拌一下 它的青醬比較清淡一點 就不會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讓我覺得可能 還是要再加一點鹽巴會比較有味道 然後我們加了一點鹽巴 加了鹽巴就變得很好吃 好那我們剛剛吃完晚餐 就在這附近走一走 現在回到了下午來的 馬善那廣場 然後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太陽神噴泉 就是晚上這邊 燈都打非常多 像後面還有摩天輪 然後我們也到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這邊也是蠻多路邊的路邊攤小吃 所以其實晚上那邊 還是蠻熱鬧的 現在已經晚上10點了 明天要到摩納哥 就在尼斯的附近 那摩納哥是非常小國家 但是它非常悠閒 旁邊攔心 by bwd6